欢迎您再次观看主林林新闻 现在是中国当地事件4月1日 观中国著名表演者景田的五马视频正在被疯狂传播世界 在今日我们查询到有关涉事男子张继科 通过微博账户回应提到 And张继科工作室 3月30日针对主播欠债等传闻发布声明 该声明提到张继科先生无任何债务纠纷 更不存在损害他人隐私以求自保之情况 谣传内容纯属捏造 凡请公众保持理性与客观辨明事实 不受别有用心之人误导 伯斯亦正相告 相关亲钱的内容的发布者及传播者 请立即删除亲钱内容 并就有此保持的不良影响 予以澄清和致歉 切无因迎头小利越法力红线 伯斯目前已委托历事意义取证 并将其重点亲钱用户 及其诉讼以为部张继科先生的合法权益 继续有关此事 跟着此事我们查询到 微博网友野生乍姐 在此前的31日发布资讯提到 网友李维敖再次爆料 说张泄露了今天的三个私密视频 并且承认给别人看过 对于欠债的事情 他也说张只还了100万 还差500万 没还 附上的第一张截图文字资讯显示 微博网友李维敖 在此前的3月31日发布资讯提到 司法材料显示 另外写录的 锦衣市的私密视频拱三条 还一张视频截图 张继科承认 给他人看过上述视频中的一段 前几年张继科被债主及家人起诉 起诉后经过调底 张还了债主及家人100万元 但是张继科打的欠条是500万元 那张欠条还在债主及家人手中 第二张截图文字资讯显示 当日同一微博帐户发布资讯提到 从几年前 我看到并掌握的部分司法材料看 张继科将锦衣市的私人视频 传给他人吃情况属实 另外有关张继科欠债的事情 有人爆料出 微博用户没有专时的李老五 在2011年 在2021年11月4日就发布资讯提到 我转评赞的KPI就是这么起来的 老产品是真的太可怕 惹不起还躲不起 张继科不仅骗了景田几千万不滑 还把景田恋爱期间 知道了秘密告诉赌债债主 让自己债主去找景田 敲诈勒索要钱还赌债 结果债主直接被判了三年 赌棍骗子 渣男天下 得而诛之 继续有关景田 中国的网络资讯显示 景田1988年7月21日出生 陕西西安人汉族中国女元言 歌手童年时期 系山西省小天鹅艺术团成言 就读以北京舞蹈学院附中 2000级中国民主民间舞专业 毕业以北京电影学院 有关张继科 中国的网络资讯显示 张继科男 山东青岛人 中国乒乓球运动员 乒乓堂 第四位男子大满贯选手 以华尔德 内尔 如国梁 孔令飞 马龙并列为 五位大满贯男选手 十位大满贯男女选手之中 以最短时间完成 赢得一枚奥运会 单打金盘联系两届 四拼赛的单打冠金 和两个世界杯单打冠金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